好,那么看一下啊,哎,刚刚呢,添加购物车试图,啊,我已经做完了啊,然后做完之后,那么下面呢,就是写我们前端的代码,发起一个阿杰斯Post的请求,把这些数据呢,给它传过来啊,那么这一部分的话,你在这里面,你要找到我们的详情页面,那么注意在我们详情页面上方呢,这里面点击加入购物车,哎,这就应该是,他啊,就是这个一标签,这个一标签呢,他有个ID叫做, ID cut啊,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原始写好的这个函数里面,那么已经有一个叫做ID cut的点击事件啊,那么这里面呢,其实他给你写好了一段内容,这一段内容呢,是一个动画啊,你先不用管它是什么啊,我们在这里面先写我们的代码啊,就在这里面,我点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应该呢,去给我们的后台视图呢,发过来这个商品的ID和商品的数量啊, 所以你在这里面一点击,你就应该去获取商品的ID,获取商品ID和商品的数量,对吧,那么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商品的数量在哪呢,是不是到了这,到了点那么少,它的value值就是数量,对吧,然后呢,你还要去找一个商品的ID, 那么找商品的ID的话,你在这里面,你注意啊,你看到你的页面上,现在是没有这个商品的ID的啊,你是没有这个商品的ID的啊,那么这个其实怎么做呢,你可以呢,给他,给这个A标签啊,给他动自己呢,增加一个属性,叫什么属性呢,我就给你增加一个属性,叫做SQ的ID, 然后对应的值是谁呢,对应的值就是我们的SQ的,SQ.ID,对吧,我们是不是传过来一个商品的信息,SQ,所以我直接点出来它SQID,我就动态的给这个A标签增加了一个属性, 那么只要你在这里面一点击的时候,哎,我是不是可以获取我这个,A的卡的这个属性,对吧,所以你在里面获取啊,注意啊,直接这样获取,我们就SQID,抖鱼,到了,Z,其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A的卡的,这个一标签,我要获取它的,自定义属性,叫做ATDR啊,然后呢,写上一个SQ的ID,我就把它拿到了啊,拿到之后,我要再获取这个商品的数量,就Counter, 等于我们的,Dollar这次, sends $ pull,不是$是,$1,$,这个,那么 Issa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输入框,$1,那么 hmm,它的这个, value值,它的这个, value值,好,那么拿到它之后呢,我们在这里面做之前,我们先给大家弹出一下这个数字啊,sq id,然后呢,加上我们的这个分号,加上,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con啊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啊 刷新 刷新之后呢 在这里面点击增加增加 哎现在我比如说 我要去加他对吧 加入这么四件 我也点击增加 哎是不是一 四 对吧 哎这个上面的ID就是一啊 加入的数量呢 就是四啊 那么你知道 这个信息只要拿到之后 哎下面呢 我就可以呢发请求了啊 拿到数据之后 那么把这个直接拿掉啊 哎这里面我们要做的啊 就是 对吧 发起 那么在这里面啊 发起我们的 AJAX POST 请求啊 POST请求 那么访问谁呢 访问我们添加购物车的 对应的地址 哎在我们这里面呢 就叫做CAT AD 所以呢在这里面访问呢 是CAT AD 对吧 那么然后呢 传递参数 传递 参数 好这个参数呢 包括我们这个商品的 SQ的ID 对吧 SQID 和这个 CAN 所以在这边你就发起了啊 发起POST 请求 Dollar 点 POST 好 防御的地址是谁呢 防御的是我们的CAT ADD 好最终你要把这俩参数传过去 对吧 在发起之前呢 我先组织一个字点啊 组织参数啊 组织我们的参数 比如说我叫PARAMS啊 PARAMS啊 然后等于我们的SQ的ID 对应到我们的SQ ID 好再往下 那么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CANT 对应到是我们的这个CANT啊 要不然拿过来之后 最终呢 我要传的就是啊 PARAMS PARAMS啊 然后这里面呢 它有一个对应的这个 回调函数 那么这个回调函数呢 其实呢 我们这个DATA呢 就是后台给你返回的 这个JSON的数据啊 那么你在这边 你看一下 最终成功返回的是谁 是把RS为5对吧 只有为5的时候才会成功啊 那我就可以做一个判断了啊 如果这个 DATA.RS等一等于5 这个说明是添加成功对吧 添加成功 好否则 ELSE 那么这里面呢 告诉你这个添加失败 好添加失败的时候呢 我们发回来的JSON里面 包含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叫做ERRORMESSAGE 对吧 我可以把这个错误信息呢 给你弹出一下 就在这边直接写上一个 ALERT DATA 点 ERROR MESSAGE啊 好 至于这个成功的话 那你注意啊 你成功之后啊 页面上其实给你做了一个动画啊 这个动画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前在看我们详情页面的时候啊 关于这个详情页面 它的这个底部呢 有这么一个DIV元素啊 哎 看一下啊 找到这边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上面这边 底部呢 是不是有这个DIV元素 对吧 你点击添加成功啊 其实呢 这里面有个动画 它就是把那个DIV元素 从这边给它移到 移到这边啊 这里面是它一个动画 那么这个动画在哪 那我们要把它拿过来啊 其实呢 就是这个动画啊 添加成功之后 就应该去做这样一个动画啊 做这样一个动画 我们在这里面把这个动画拿过来 然后呢 在这里面把它往里锁进一下啊 好 哎 这是我们的这个动画 然后关于这个动画呢 拿过来之后注意啊 你还要拿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要把它拿过来啊 然后呢 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在这里面 把它放过来 好 哎 这是我们添加成功之后 要做一个动画 添加不成功呢 我就在这边弹出一个错误的信息啊 弹出一个错误的信息 好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AdCard Click里面 我们写的这个事件啊 当我写完这个事件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试一下啊 你在这里面点击这里面的刷新之后 我选择 比如说我要加两件 对吧 接两件之后呢 我在这里面 我点击这里面的加入购物车 哎 它是不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对吧 那你就看后台啊 右键 检查 找到我们的这个 Network啊 然后在这里面点击加入购物车 哎 看一下啊 AdD 报什么错误 403 对吧 点开之后 看一下这个东西 哎 是不是 CSRF 验证 对吧 那么这个我们给大家说了啊 关于这个CSRF的验证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CSRF验证的一个原理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讲义啊 找到我们这个笔记 然后呢 关于这个CSRF的验证 那么找到我们的这个CSRF验证啊 那么CSRF它验证的一个原理 我们给大家说了啊 首先你将过默认的是已经开启了这个CSRF的防护 你Post提交的时候呢 你需要加上一个CSRFtoken的一个标签的吧 那么这样的话 它在渲染数据的时候呢 它会把你这个标签呢 给你替换成一个名字叫做它的隐藏域 同时还会让你的浏览器保存一个名字叫做CSRFtoken的一个cookie 对吧 你一提交表单的时候 两个值都会发给服务器 服务器进行比对 如果一样CSRF验证通过 否则错误就会报一个我们这边的403对吧 然后呢 现在你考虑一下啊 我们当时说的是表单Post提交 那么你是RXPost提交的时候 一样是有这样的一个验证啊 那么这个验证你要怎么让它通过 表单Post提交 无论是表单Post提交 还是RXPost提交 通通的都需要在页面上加上这样一个标签 那么表单Post提交的时候呢 你加在表单里面 这个隐藏域是不是表单帮你提交了 对吧 然后你自己RX提交的话 你自己在页面上加一个 你自己要把这个值呢给它拿到 然后再给它传过去啊 所以在我们这边 刚刚呢我们没有做这一步 它就会报这样一个错误啊 你解决它怎么做啊 随便在页面上哪一个地方 比如我在上面找一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这里面 比如我就在这里面加上这一个标签 叫做CSF2K的一个标签 好那么这样的话 我在这里面唯一刷新这个页面 刷新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右键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页的源代码 右键 查看网页源代码 那么然后呢 开始找它的这个隐藏域 隐藏域的话是不是叫 名字叫它 对吧 这个名字是固定的啊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值呢 给它获取出来 然后呢给它发过去啊 就是根据这个名字来获取 那么对应到我们这边呢 我们除了获取这两个数据之后 我们还要获取这个CSF隐藏域的值啊 就是dollar 然后它是一个imput的元素 然后我们要根据它的名字来获取 就是name等于名字 等于它 这里面就是根据一个名字 找一个imput的元素的值 取出它的 value 然后呢 接一下这个值叫做CSF 好 下面的话 你拿到这个值之后 在你组织这个参数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值呢 也给它传过去啊 那么它传递参数的名字啊 这个值的参数的名字就是它 然后呢 在这里面对应的值呢 就是我们获取到的 这个值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啊 我们就 把它传过去之后 它验证就会通过 它就不会再报这个错误啊 我们可以给它看一下 你在这里面 下面呢 点击这里面呢 进行一个刷新 然后比如说啊 右键再检查 找到我们的这个 9H work啊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里面 来讲啊 比如说加两键 对吧 加两键之前呢 我在这里面一点击 加入构车啊 一点加构车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点击加入构车 ok 是不是成功了 最终给你返回的 是不是添加成功 那你注意一下 这边变成几了啊 哎 那么 然后呢 看一下我们这边啊 你点击刷新 它有几件 是不是有三甲啊 那么 其实呢 原来那几件 是我们之前 应该是之前做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 使用的这个 购物车的这个 记录在哪 使用的是哪一个数据库啊 我在这里面 我看一下啊 Redis里面的这个 9对吧 我们进去看一下啊 在这里面呢 进入我们的这个 进入我们的这个 里面啊 切下切换一下 select9 然后呢 写上一个 casec 那么这个呢 cut1 cut2 我这个用户是 我看一下这个用户 我们看一下啊 hgetout 然后呢 写上一个cut2 我看一下啊 这cut2是1325 这应该是只有两个 对吧 不是这个啊 然后呢 hgetout 写上一个cut 1 那我这个用户id 是不是应该就是1 对吧 id为1的是不是加了12 id为4的加了12 id为3的也加了12啊 你比如说我这里面 id 我刚加的是id为1的 现在已经12件了 对吧 我在这里面再加一个啊 我们先把这个直接就 往下啊 我们把这个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要再加一个他 我再加一个 比如说再加一件 他应该变成一个13 对吧 你点击加入 那么看一下我们这边啊 然后找到我们这边啊 该的1 是不是变成13了 看没有 那么你加完之后 你注意啊 这边你是不是应该是显示 用户购物车里面商品的一个条目数 对吧 我们说这个条目数的话啊 那么现在呢 这个值应该在哪设置呢 注意我们这个页面上的这个动画 在动画坐着完之后 你是不是要在这边设置 看没有 这边他是不是直接给他设置成2了 哎 这个地方你需要呢 去重新设置我们的用户 哎 重新设置啊 用户购物车中 哎 购物车中啊 商品的条目数 哎 条目数啊 就几个商品啊 啊 条目数 好 那么这个的话 你注意啊 我们这个值呢 我们是不是要拿到 对吧 那么拿到的话啊 这个呢 试图里面呢 就可以呢 给我们计算过来发一个啊 就在这里面 你可以呢 加完之后 我要在这里面去统计啊 去计算用户购物车中啊 购物车中商品的条目数啊 商品的条目数 OK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呢 就在这里面 直接哎 求他的一个长度 对吧 其实呢 就是connection.h lance啊 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的 直接传入这个 cut key 他就会把这个长度呢 给你进行一个 返回啊 比如说我记得 toto counter 然后最终 对吧 我拿到这个条数之后 我把它 成功之后 我把它返回给 数据 我把它加在里面 给它发回去啊 toto counter toto counter OK 那么这样的话 我一旦写了这个东西之后 那么最终 我在添加成功之后 我在这边进行设置的时候 我就直接可以写上一个 data.toto counter toto counter OK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是不是就设置好了 对吧 现在我们看一下啊 你比如我在这里面 我点击这里面 刷新 它是三件 对吧 它是三件的话 那你还加它的话 它条目数是不是没有增加 只不过商品的数量 增加了 对吧 点击增加 是不是还是三 现在我换一个啊 比如说我要换一个 我换一个这个 好换一个这个呢 我们这个 不知道加过没有 我们加一个事情啊 比如我再加两件 你加两件 好这里面告诉你 这个商品库存不足 对吧 那么应该是这个 商品库存不足啊 我 我 一件啊 我看有没有库存啊 加入 好换一个啊 哎 我们再回到这个首页 换一个啊 找到这个 找到我们这个 新鲜水果吧 随便找一个 这个芒果应该没加过啊 然后加芒果 比如说我在这边 去加一个它 加一件它 我一加 OK 是不是变成四了 对吧 那么然后呢 你去这边去看一下 你在这里面 你去 哎 该它卡的一 是不是又多了一行 对吧 哎 ID26 加了一个一件啊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 你加完之后 这个用户购物车里面 调目数的一个显示 就你可以在仕图里面呢 给它做一个计算 加完之后 重新做一个计算 然后呢 给它发回来 你发回来之后 它就可以在这边 做完动画之后 给你做一个相应的显示啊 做一个相应显示 OK啊 那么这是我们这边 然后呢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 简单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动画啊 那么关于这个动画呢 你在这边 你看一下啊 首先 这里面呢 有这个 I的 卡的 I的卡的 对吧 这两句是干嘛呢 它呢 是 获取我们的 I的卡的 这个Div元素 I的卡的 Div元素 那么左上角的坐标啊 左上角的坐标 好 这个呢 其实呢 左上角的坐标 那么其实呢 这个 看到啊 找到它 offset点top 然后呢 点left啊 这就获取左上角的坐标 然后呢 这个add卡的呢 对于呢 我们页面上就是它 好 下面呢 还有一个 叫做short count啊 这个short count呢 是谁呢 就是这个Div元素啊 它 那么这里面下面呢 其实获取我们的 short count啊 获取到我们的这个 short count啊 就是在我们这边 写上一个short count啊 它的左上角的坐标 OK啊 把这俩 一个呢 是它左上角的坐标 一个是它左上角的坐标啊 那么下面呢 在我们的添加成功之后 我们说要做一个动画 对吧 这个动画呢 叫做我们的add jump啊 add jump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Div的元素啊 它这里面开始去设置 这个Div元素的样式 什么样式啊 然后你注意在这边 设置它的css 对吧 其实呢 控制它的位置 位置在哪呢 left的 左边的这个坐标 等于我们的i的y 加上一个80 然后呢 上面这个坐标的 等于i的x 加上一个10 好 display呢 变成一个block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啊 本身它是在页面下方的 现在它进行一个设置 设置的值在谁呢 你看到 i的x i的y 是不是就它 那么它加80 它加10 其实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Div的元素啊 把这个Div元素 把它的位置 涉及到这个地方 大概是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做完之后呢 下面你点击 设置完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开始让这个Div元素呢 去做一个动画 让它去哪呢 你看到啊 去这个位置 left等于我们的2x加7 对吧 2y加7 top呢 等于2x加7 其实呢 就是让它从这边呢 往这边去 移动啊 就让它从这边 往这边去移动 那么移动完之后 你注意在这里面 移动完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 要做一个设置 对吧 重新设置购物车里面 商品的一个条目说啊 这就是它的这个动画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最终 给大家说的这个 购物车添加 前台的一个GS啊 就是你要获取这个 商品的ID 和商品的数量 那么在这里面 给大家说了 我们要自己呢 给这个 AdCard呢 自定一个属性 叫SQ的ID啊 那么在这里面 你要获取一个 HTML元素啊 它自定义属性的时候 你就使用这个 ATDR 如果获取一个 HTML元素 原有的属性 就使用这个 Proper啊 OK 获取完之啊 那么在这里面 还有一点 我们使用这个 RXPost期交的时候 你需要呢 在你页面上 加上一个 CSF2K的一个 隐藏域 然后把这个 隐藏域的值呢 给它获取出来啊 获取出来之后 在你传递参数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参数呢 给它传过去啊 给它传过去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点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没有 接那个参数 对吧 你注意啊 那个参数不需要 你去接啊 验证的时候 他自己就把它接了啊 但是你得传啊 你如果不传 就会报一个403的错误啊 那么传完之后 你在这边 就是我们 添加成功和添加错误之后的 一个处理啊 这是我们前端的这个 GS啊 2 2 3 3 4 5 5